大家好,我是希子 今天与大家分享动销中音Solasi的执法与吹奏要领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低音的Solasi和中音的Solasi 执法是一样的 除了我们的低音是全按 中音的话建议是打开第八孔 也可以是全按 那我们如何来鉴别你吹的是低音还是中音呢 又如何去调整哪些方面 去让你是吹中音还是吹低音呢 弄不清楚的朋友先要知道音高的走向 打开小钢琴 先找到C4的位置 中音的Do Re Mi Fa 再一次望右上行白键就是 Do Re Mi Fa Solasi 好,那低音呢 就是从Do再往左边下行 Do C La Sol Solasi Do Re Mi Fa Solasi 好,再听一下低音的Solasi和中音的 这样我们是不是听到区别是非常大的 让我们先看一下中低音吹奏的区别在哪里 吹低音时 气息要缓而沉 风门管道适当的放大一点点 角度有种向下垂的感觉 中音呢 风门管道要适当的聚拢 气息的流速适当的加快一点点 角度过上一点点 让我们轻轻拉起箱 找准角度位置 凝神静气 集中你的精神 从中音的Do吹到中音的C 一定是一两的东西 不要用二两的力去拉 一定要轻轻的让它吹响 好,再让我们下行 Fa, mi, re, do, si, la, so 现在我们下行找到了低音的 Z, la, so 上行找到了中音的Z, la, si,对不对 好,接下来把低音和中音的指法 与发声来把它练好 下一次我们讲针对性的练习去 感谢观看